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国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我们和科技新报合作企划的科技新报 拥抱科技的单元 将会为各位听众介绍全球最新的科技和财经 还有这种网络相关的资讯 让听众朋友都能够与时俱进 而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科技新报的执行董事 林昌明 昌明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昌明今天要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知 最近就是马云有来台湾 然后媒体也是一起去报道他 他最近讲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话 我们可以来分享看看 马云之前好像在几年前就有说 创新的人台湾都是一些老的人在谈创新 没有竞争力 就是那个时候引起很大的风波 我这时候说没有 根本不是这回事 可是过了四年 他要来台湾了 那他这个讲的话比上是更重一点 他就希望说 七八十岁的人就说 不但创新你应该要持续之外 你应该要交棒给年轻人 他觉得台湾企业家就是 没有把这个棒子交给年轻人 所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人才断层 那他最后还讲说 如果说你们没办法帮台湾的年轻人的话 那他来当那个角色 他要来救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他成立一个基金来 辅导台湾人去大陆市场创新 所以这个台湾年轻人 这个不曉得该从何说起 这个昌明是台湾的年轻人 对不对 我应该算吧 是是是 您觉得台湾有没有给你机会 台湾是有啦 是吗 其实是蛮多机会的 就是说 当然没有像马云讲的那么夸张 说我们都没有机会 可是其实 平常是说 对于比较年轻的 可能二十几岁的人来讲 他们的机会是比 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更少一点 是是是 不过看到马云 他在这个 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 他提到几个点 他当然是鼓励年轻人说 要抓住机会 那另外一个 他说这个抓住机会之外 他说这个机会要等待多久 要十年 要看往后的十年的时间 要看这么久 现在以现在的网络 这个光速的这样子的进行 要等十年恐怕很不容易吧 容易 可能三年五年 就会有一个波浪 是啊 像脸书好 他也是在 06年七零八 慢慢的凹起来 然后09年 10年就爆发了 是 这也是这短短四五年的事情而已 其实 未来其实变化还是很多 那大家其实可以 继续抱着希望说 去开创自己 或者说是去 自己创业 那台湾的创业环境 以前是很好的嘛 那现在是稍微弱了一点 可是这个创业的风气 有在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新创的公司 或者说工程师 他自己写程式啊 他要去国外募资啊 什么 这种其实情况变多了 可是我们的环境 比起大陆还是缺乏 是 我们这个当然是 过去是中小企业啦 那现在算是比较新兴的 就是 有点像那个 workshop那样 类似这样 几个人就可以这样子来募资啊 这跟中国大陆相比 会不会在规模上面是有落差呢 不但规模有落差 年金额都有落差 我请的例子好了 比方说像 因为我也是有创投的身份嘛 我们有些团队来申请案子 比方说大陆的好了 他今天给你一个商业技大师 我们叫BP 可能他团队大概才十个人 他们做事情很棒 他要求的那个金额 可能是九千万台币 整个公司的工资这么高 他可能叫你偷 九百万 你就是占十百分之 对不对 可是台湾我们大概都开 一千五百万 三千万这种金额 差这么多 就比大陆更好 一样的规模的同学 这东西做的差不多 可是我们自己的梦 会做的比大陆的梦小 而且不知无意 比方说他要募三千万来开公司好了 那可能很多长辈 可能就丢个几百万这样 你要募到三千万是困难的 可是大陆他先喊 九千万一亿两亿 很快一个月 钱就募到了 他们募金都比我们还要快 而且他们 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 不见得说比我们强多少 主题可能也很类似 可是他们的募资会比我们好 所以大陆的创业环境 确实是比台湾好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 台湾年轻人没有企图心 对不对 只是这个环境 环境没有给他相同的待遇 所以说环境他今天讲出来 震撼大家的是说 他愿意做这个角色 去把你推到大陆去 比方说你还是在台湾做 可是他是带你去大陆募资 OK 可能一个基金 然后让你去大陆募资 或者是说他投资你 然后一旦被环境加持 或者环境参加的团队 是不是在中国是 你可以获得到更多资金呢 答案就会是等号 就会比在台湾 就像我们在捞金鱼 你在夜市捞金鱼 跟你在一个专业的店捞金鱼 你捞到的那个 就是会不一样 你得到的可能更多 所以这个您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应该要有点这样的 中国梦的味道吗 不论是中国梦 或者说是欧美梦 或者说是欧南亚梦 其实都要做 就是说马云他讲 其实大部分是对的 但是有个东西就是说 不是只有靠大陆而已 你不能只有只看大陆 所以这是迷思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迷思 那你确实在 像我们有些 报道过的团队 他们去东南亚 就很不错啊 就是做那个 即时通讯的 是 他们就是去做东南亚市场 针对泰文越南文 做一些最佳话 当地也是不错 他不见得要去大陆做 跟大陆人一样的那什么 微信 他不能不可能竞争吗 是 那当然都有一些 或者说去欧美做 我们有很多 团队都是做英文的APP 在美国 也是成功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条路线 OK 所以这个鼓励大家 是要走出去了 不要只是立手在台湾而已 走出去看看 人家在做些什么 还有更大的市场在外面等着我们 不过马林说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真的要把握机会 而且要这个大佬们 这个企业大佬们 放手让年轻人去干 这个中国戏骨啊 这个你们的报道里面说出现了21岁的热潮 吓坏我了 21岁应该现在在当兵吧 现在不用当兵了 大佬音乐不用当兵 所以他们其实是 一毕业我就可以去冲事业了 那我去上海北京是这样 那我讲上海情况就好了 上海有一种叫做 出化器 我们台湾叫做创新中心 育成中心都是学校开的 可是美国是私人开的 当然也是私人开的 还有什么创新咖啡啊 什么车库咖啡 一整条街上面都是新串公司 大家在那边聊天 或者说找人会很方便 那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那北京的话 它光今年上半年 在中关村那个地方 注册的新公司就有九千家 我的妈呀 每天有五十家公司在中关村诞生 那1990年后出生的大陆人 也就是你刚刚讲21岁20几岁的人 是创业的主力啦 主力是这些人这样 而且大陆的话是这样 他的成功模式一旦有了一个 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去模仿他嘛 那大家会去 而且know how跟那些经验是可以交流的 那台湾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公司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规模没有他们那么大 然后政府是把学校放在学校上 所以说育成中心的成效并没有那么好 因为他不是私人的 他没有那么的积极去自负盈亏啊什么的 不 我这边看到那个报道里面啊 那个有一个部分是讲说 他们的教育部 因为刚刚讲说21岁嘛对不对 他很鼓励这些年轻人去创业啊 那个教育部还宣布哦 这个高校可以建立一个弹性的学年制哦 就说没关系你这个要创业是不是 你可以这个大概是修学去创业 我觉得好像创业比这个念书重要 对 因为其实很多城市的东西 其实你实作会比在学校学的好 是 或者说是可能讲说写文章好了 他学校写那些东西 他不去媒体实习会比较好 对 像你会注意到很多媒体 不是都用实习生吗 是 他们在媒体公司写的东西 可能都会比在学校学的更多 哎呀 所以看得出来 是是是是 那看得出来这实在是大陆年轻人哦 真的 这个企图心跟这个机会都是相对等的 哇 真的不得了 等一下就是我特别提一下就是说 美国他们也是对城市开发 也有一些新的政策嘛 你可能有看到说 欧巴马总统也写了一个城市 是 然后他们把城市交易延伸到国中去 对 没错 以后美国的国中生就开始可以写城市哦 嗯哼 但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 国中做写城市会不会太早 或者说他要创造一大堆工程师 那美国会变得很强 嗯哼 其实就这样子 其实我们怎么看是因为 他如让更多人去写 学城市的话 并不是要大家去当工程师 而是说 你又懂得跟工程师沟通 你会知道说他 他们在干嘛 那工程师做的产品 一定是要跟产品经理 跟一些人员一起讨论出来的 那大家听说 你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那美国会变成了一个是 对工程师友善的环境 跟友善的国家 那他们在那边创业 或做事情就会更容易 那美国教育长线做 那目前全世界就只有美国 率先在国中教育就纳入 城市课程 所以你想也会很大 那他的创新能力就会很强 或者说绿能 太阳能 或者说什么电动车 什么新科技 其实美国都会走在前面 大概是这个原因 我们以后会不会看到 以后这个十几岁或者高中 就可以休学去创业 现在美国其实就蛮多这样的例子 对 你让我想到一则新闻 讲说有一个22岁的家伙 说什么在玩股票 然后赚了好几亿有没有 对对对 那个是后来是假经文 没错 对 好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创业 虽然不管现在 现在是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都有机会 只要你可以把握机会 一定都可以有些成绩出来 好 昌明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资讯要告诉我们呢 对就是太阳能的部分 太阳能 太阳能最近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 美国刚宣布太阳能的这个什么 请教税率的税率已经出来了 是 那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比较高 那太阳能比较低 所以台湾的那个 太阳能公司 可能最近现在都蛮热门 就是说 我们的税率变低 所以他们输入美国的量 就可以提高 所以他们今天的表现 可能都很不错 就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最近油价也很低 是 那这样是不是太阳能 就不太需要 对啊 油价现在这么低了 太阳能这个研发的成本 应该会高于油价吧 对 但因为它现在的产业已经很成熟 就是说它成本已经很低了 是 所以说如果说你先用10年好了 那其实换算下来的效益 其实是便宜的 OK 所以美国还是继续做这个同行 好好好 因为那时候油价在这个直直落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说 哇这个绿能该怎么办 这个绿能研发的成本 如果很高的话呢 这个 竞争不过这个油价嘛 那到时候呢 会对这个能源股有很大的打击 不过这样看起来 好像在美国应该还好啦 对美国还好 美国就是很奇怪 就是说 他们的石油的公司 他们也都 没有增加成本去开采 更多的油啦 是 它这样已经够用了 那油价下跌的话 就是说 太阳能的成本降得更快 是 那现在已经来讲 美国电影公司的太阳能发电的采购价格 是每度电 4.5美分到7.5美分 嗯哼哼哼 就就就就 就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呃 所以美国贵嘛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 那美国 它现在有液延天然气 那它的燃气发电的价格 也差不多是这样 嗯哼哼哼 两块多到三块多 所以其实 太阳能的发电计划 其实就是说 你换算下来的话 其实它 做长期的批试 它其实会比较深 是 所以美国 它现在还是很多预算 花在太阳能上 所以说它今年要 那个装机上线的这个量就很多 然后美国的那个 对太阳能的投资税负减低减 我们叫做ITC 它是2017年到期 那从今年到2017年 还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就你看到它上面上要 上线的太阳能这个专案的量 就蛮惊人的 就大家抢着要推这个案子 在这个投资低减到期前先做 就把钱投资在未来 所以这个到2017年之前 应该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都没有问题 OK那我们还要看看 这个接下来的能源站 要怎么开打 反正这个石油听说会到三四头 不晓得到时候 到时候会怎么样一个状况 不过到那个时候 石油又会再涨上来 因为就是它提的越低 它就越有那个炒作的空间 是 没错真的 而且已经发生过一次 新用海啸前后 那个油价就是差很多 是 它就把它拿来炒 所以说其实是 市场会跟这个科技 还是有点关系 好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好接下来还有 这个是密码吗 要告诉我们 寄密码是不是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告诉你哦 我真的为了密码这件事情 好伤脑心 我方便透露一下呢 本公司的密码 你知道有几码吗 14到16码 我每次都记不住 我就快记昏倒了 这么多 是是是是 史上最严格的密码 而且要各种不同的这个元素 都要有在里面 了不起吧 有没有更方便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寄密码 有个联盟叫做FIDO 快速验证 快速线上验证的联盟 是FIDO 它叫它推出新的标准是 让大家能够用一个密码 就可以 使用什么服务 就是说两阶段 你只要用到 它的通用协定的话 你不需要再输入密码 你就可以再登用你的服务 可是你又先做一次 最基础的验证是 比方说你的硬体 或者说一个USB学生底 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东西 比如指纹什么的都可以 是 验证过的时候 就确认说 比方说这就是国华民本人 是 那你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服务 那他们都会 这些服务都会去要你的指纹 就是说 确认是不是说 这指纹是对的 嗯嗯嗯 它有个验证的程序 那已经正式开始做了 所以说 呃 版本跟标准也都确定了 那明天就有很多这样子的 除了这个标准的安全的密码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就不用自己一大堆密码 所以就是说第一关 你只要这个验证过了之后 之后就不用一直寄密码 这样子每次要登录这个网站 都登录那个网站 到不同的密码这样子 就是了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 浏览器跟电脑他会去跟你验证那个方式 要说 哎 现在这个人来我们这里 那是不是他本人 OK 他跟你说 那个听器就会告诉他说 哦 他刚刚已经用指纹验证过了 所以是他本人没有过 所以你就可以登录这间网站 天啊 这个真是太好的消息了 要不然我真的不晓得 这个寄网站要寄到什么时候 像上次我要去那个网站购物的时候 我都忘记我的使用者名称是什么 我连使用者名称我都忘记 那更不要说密码了 不过讲到这个购物啊 哎呀 现在这个大家都推陈出新嘛 对不对 想办法就是要从你的口袋里面挖钱 所以呢 各个网站啊 都有很多这个折扣 优惠啦 或者是想办法来增压自己的曝光率 哇 听说Amazon不得了啊 最近又想到一个新的方法是不是 对 厕所建设很够 这超酷的 是怎样 是在厕所上面贴广告吗 他利用上辈子的这个上厕所的时间啊 他推出厕所上层 你就在那个 美国的几个公共厕所的那个测街里面 他就放他们的商品广告 台湾有条码哦 那你只要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的条码 你就用手机去刷 就可以用折扣架买这些商品 我的天啊 那是跟厕所相关的东西吗 还是任何东西都会在上面 未证用品为主 预测用品为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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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口号就是说 Sit, Shop and Save 就是说蹲厕所 解拼 你又可以省钱 因为他们调查发现说 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喜欢在 上厕所的时候做一些 有生产力的事 比方说用手机去上网 或者说是买东西 增加GDP 报销国家 所以说他就认为说 那这样我们来做广告好了 直接买就可以 其实很方便 用刷个条码就好了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买 对那种来讲 他其实又不会花很多时间 马上就可以还是做 哇这个太方便了吧 所以很不 很不经意的就可能在厕所里面 就买下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现在没有这个B&W 现在没有办法 可能现在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一些便宜的小东西 或者是好玩的 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厕所 他会贴什么笑话对不对 是 厕所文学 对或者说 写些也根本没的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看些东西 不然会无聊 是 那这时候你放一些 适当的广告 那其实对 商务所来讲 也还不错 那我就顺便买一下 也还不错 你看你要去购物 我要去买什么卫生子 也是要花时间 那我现在刷一刷 他就送来 那其实就好就 把时间利用的充分的淋漓精子 也很好 而且就是那个厕所里面提供的卫生纸 如果是觉得 你觉得还蛮好用的 立刻就可以刷 就可以买了 这也告诉你 这个商机无限 连厕所他都不放过 好 这个就是今天 这个我们科技新报的内容 我们也谢谢昌明 来这个带给我们 这个相关的新知 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昌明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其他不同的资讯 昌明谢谢 谢谢你 谢谢大家